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9日 今天呢,看到 这个9月8号,说是北京市第二总绩人民法院 它内部有一个通告 这个通告呢,披露了关于这个任打炮的消息 这人们都期待已久了 也就是任志昌这个案子 北京市第二总绩人民法院,第九法庭 说是准备在11号,9点半 就开审任志昌这个案子 以下给他加了几个罪名 四个罪名,贪污罪,受贿,挪有公款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之权 你想,这个习近平就一孙很厉害 这看来要对任志昌要打动干戈 那真是要狠狠地整啊,整到底啊 所以这个消息在网络上传开之后 现在海外网站纷纷地转发 那当然了,北京市第二总绩人民法院 它是根据这个属地管辖原则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总是1995年建立的 他负责的范围就是北京东城西城 丰台大兴防山五区 那任志昌这个办这个国营企业 担任公营企业负责人这个期间 刚好归这个地方的关联 这个但是邮件是这个媒体们没报道 关键之后呢,蔡奇现在是北京市委书记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属地管辖的大问题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蔡奇那是习近平铁哥们 那绝对是对习近平是忠诚 反对习近平对他来讲 那就狠狠地整啊 这个绝对不会给任何什么谅解快容 你看当年蔡奇担任国家这个安全委副主任的时候 这个负责人的时候正好处理这个铜锣湾事件 包括王建民这个案件啊 都和他有关系 所以他瞎说很狠啊 整人绝对不留青年 这个看着一尊的这个脸色行事啊 甚至一尊可能不用讲话 你批评一尊他就是动了他的 这个是可以这样讲最敏感的这个部位啊 他肯定是大弄啊 那么说网络的消息讲说 任志强这个事情啊 就看来啊 加这么多的罪名 根据他这个第二宗院这个负责案件的性质来看 他搞不好把他当成一个答案啊 这个在审理啊 我估计会判的这个比较重啊 既然要判了 他就彻底翻脸了 其实在这之前呢 7月23号的晚上 北京市西城区连接西城微信公众号就发布消息了 说西城区委纪委建厂委 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任志强就立案调查了 那是第一次传递的信号 其实在这之前呢 主要是因为什么 他在今年三月初啊 他私下撰文呢 批评这个 就习近平啊 习近平在2月23号有关于这个疫情讲话 被公开了啊 这个任志强就骂习近平是一个剥光的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而且说呢 说谁不当让我当皇帝 就让你灭亡 说这篇文章当时这个虽然没数名上 但是影响巨大呀 海内外都纷纷转载 后来证实是任志强发生 所以这位69岁啊 红二代背景的任志强啊 即使年纪比较大 而且有这个他爸爸 曾经是商务部副部长这个背景啊 特别是和王岐山当年是铁哥们啊 王岐山是他就中学辅导员 你想他们两个人经常晚上这个在抱抱电话聊天啊 所以说关系抄铁 但是也没有用 习近平不给面子啊 说2016年2月19号 那时候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央视啊 在中共总书记前往视察的时候 打出一个旗号叫什么 央视新党绝对忠诚 请你简约的标题 这任大号当时就炮红了 批评这件事情 其实央视应该信人民 没听到为人民讲话 不是为哪个领导人讲话 任志堂讲的是完全对的 他喜平满脑极座思想 老想当毛泽东啊 再加上这些 包括蔡奇在内这马匹精一捧啊 浑浑然啊 真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是不是 还要搞君主立宪等等 特别滑稽可笑 你想王岐山在这个 当时在这个陕西这个博物馆 就是研究民国历史的 你想民国已经不知 辛亥革命啊 终结了 皇帝帝制了 是吧 终结以后啊 永远不可能再复辟了 这谁都应当懂的 那王岐山更应该懂啊 没想到 他们哥俩凑到一起 还能出这么一个人物 要当中国现代皇帝啊 说难怪这个人打炮 放着一炮 称他为小丑 确实是丑陋啊 确实可笑啊 但是你看现在 你得罪了一尊以后 一尊手里有权啊 不仅主管公检法司 而且主管意识形态啊 既能把你抓起来 也不能把你抹黑啊 所以为什么搞四个罪名 这是太可怕了啊 你看这个当时 当年这个西城区纪委公布 任志强这个消息就讲到 说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啊 什么公款吃喝都要追查 你想过去的年代 我在体制内工作过 当记者 哪天不吃喝 那不都是那样吗 你吃喝这东西 不能说是 这个就属于什么 违纪的问题 你只能说是尽量节约啊 不要超标准 不要浪费饭菜啊 这个种菜种粮不容易啊 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说现在 就因为他发表批评习近平的观点 习近平火了之后火大 然后就彻底翻脸啊 像习近平讲的 不能锅里吃肉 放些碗就骂娘啊 这个党是认为自己一切 老百姓的一切好处都党给的 你批评的党完 党就要跟你翻脸 把锅里这个肉要拿回来 算总这样讲到他说是 违规持有时用公款 购买高尔夫球卡 你过去那高尔夫球卡 那不都是企业花钱买的吗 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是这样 是个通行的这个常态了 那当然现在我不太清楚 那上个世纪你要这样讲的话呢 所有国企老板都要抓起来 是不是 所以在组织谈话的时候 还没有如实的说明问题 那就是不承认有错误 因为任大炮主张言论自由 思想比较民主开放 所以任大炮将公权力作为 抹取私利的工具 违规使用公款报销 应有个人支付的费用 你怎么能讲清楚 公司怎么能讲清楚 那国营企业出差 走到哪里的时候 吃点饭喝点酒 买点小礼品迎送往来 这都是常态了 你很难讲 这个事情怎么样 如果他没有批评习近平 啥事没有 是吧 一批评彻底翻脸 最后拿放大镜回来照射 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这个问题了 所以很有意思 还讲到什么长期无商使用社会商人提供的办公场所 即住房 那就是朋友们之间比较有钱 你帮助我帮助你 可能给的套房 还给个办公室 也不算什么 因为你想北京那个地方 一万富豪遍地都是 搞得这方面一些人事的应酬往来 完全是合乎人情的 没有必要这么去整人整到这个程度 就因为别人批评自己是小丑的 这习近平实在是格局太小了 真的 为什么我国家祸祸到这个程度 美国也翻脸了 香港也完蛋了 这个东风民主也熄灭了 台湾也远离了 这个内蒙也骚乱了 这个等等 这个李克强也生气了 他就业余时候呢 没有一种博大的行为 包容别人的批评 其实平常我们议论一个人 经常有的时候讲的话过歌 你想我老家现在每天在这讲的 胡说八道 那经常有过歌的 是吧 这个听者 这个说者无语听者有心 毛泽东不也讲过吗 说是言者无罪 但毛泽东做不到 经常抓那些 这个应言获罪的人士 那习近平更厉 所以习近平 跟他算总账的时候 不仅是算他本人的总账 还查述什么呢 说他是家风败会 家教不严 伙同子女 大肆敛财 这要把这个任志强整到底 所以说这个 对任志强给一下加了 就死个罪名了 我估计将判得非常的重 说是4月7号 反腐败机构宣布任志强落马了 这个2000年3月 就是因为这篇小文章 关于这个新冠状病毒 这个产生的影响 习近平就表现这文章 这个结果彻底处理的时候 既不看他爸爸的面子 也不看这个王岐山的面子 我估计这个老任当年之所以敢发表这个 就是因为后台超音啊 总觉得自己和这个王岐山这个关系不错 这个打狗的看主人啊 我讲一讲 反正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 所以第一次他批评央视就不信党 这个时候 习近平就已经给他面子了啊 就是看王岐山的面子可能就算了 那时候就想收拾 就放心了一次 这第二次再不能放心了 所以说这个蔡奇是大动的干戈啊 但是我觉得呢 任志强这个案子最大的影响 最坏的影响是什么呢 影响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这个积极性啊 也创伤了什么红二代的这个 一些改革开放啊 意识这方面比较就先锋的啊 一些红二代的这想法呀 所以习近平搞这套东西啊 得一向的得罪了更多的这个人啊 你想原本就得罪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 像我们这样的跑出去的啊 这些流亡海外他不在乎 但是你体制内还有很多这个民营企业家呀 是不是啊 还有包括一些影视名人 我看网络的消息 说任志强和这个好像是这个 这个很多的啊 民流都有过交往 你看这个照片 其实也是很整齐啊 这照片显示 是不是啊 这个央视的崔永元啊 还有这个 这个小燕子啊 这个马云 都是铁哥们 你想这些人要看了这个消息以后 人们肯定心里对习近平的看法 都非常负面 瞧不起啊 但是又不敢说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失去人心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旦开战 你想你习近平遍地都是敌人 是吧 就为这么点小事就对任志强下这么大一个狠手啊 把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做出的贡献呢 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这个经济成果全部把他给拿回来啊 而且我看这个报道当中讲到 还有取消了这个退休的待遇 那不就等于把人整死吗 是不是啊 就类似像对待这个蔡霞一样 人家是党校的老师 教师教授 这个多少年来呢 都是为党兢兢兢兢兢兢做工作 好不用有那么一点银行小存款 没有多少钱 就因为批评 让他就彻底翻脸 太极端了 这习近平为什么到现在位置四面楚歌啊 就伏被受敌 可以这样讲啊 人人都对他有意见 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 一个人一定要有个胸怀 是可而是 你包括你对他的批评 反击啊 都可以啊 但是你采取这种办法 利用公权力 把他强加的罪名 而且不敢提这个 别人批评自己小丑 这个这件事啊 达到经济问题去整肃 你更是不得人心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 这习近平这次对这个任志强下重手啊 这北京市这个法院啊 也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 寻思忘法呀 严重的损害了中国司法的形象 反正中国司法形象早就损害了 完全是听命于 这个统治者 随关大挺随的啊 你看当年刘少奇那个 那个案件宣布的时候 也是叛徒攻贼啊 汉奸又什么呀 所有的这个污泥污水都泼到 这个刘少奇身世了 后来平反的时候 又都重新翻过来了 说共产党 这个是最大的城市 确实是一个这个 人们公认的啊 一个不讲原则的 没有公信力的 关于撒谎的啊 这样一个黑棒 黑棒集团 为什么这个蔡霞受到黑老大 确实是 好在这个中共这个统治即将终结了 这不过是他灭亡之前的一款笑料而已啊 但愿任志强这个先生啊 能够就是说这个你平常心对待啊 是不是啊 到了这个年龄了 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唯有什么留下这个英明在人间啊 我相信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们啊 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啊 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都是这一声叹息啊 那今天的海外集团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光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